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2月6日 恳求共和党人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但他的恳求并没有奏效 当日包含对乌克兰援助的法案 仍然未能在美国参议院通过 详情如何?巴士的部评论员Anthony 跟我们讲讲 当地时间6日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 拿下乌克兰 他是不会就此止暴的 拜登预测 普京是会继续攻击北约的国家 他说我们将面临我们不想 现在还没发生的事 就是美国军队将会和俄罗斯的军队作战 拜登当日还说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 愿意给普京所希望的最好的礼物 就是放弃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 今天的投票将会被长久的铭记 历史将会严厉地审判那些背弃自由事业的人 我们是不能够给普京获胜 在讲话之中 拜登还表示愿意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的问题上 作出重大的改变 以争取共和党的支持 但拜登也表示 共和党人是不会得到他们所要的一切 这样说 当地时间的6号 曼瑟时候 一项价值1,105亿美元的支出法案 以49票同意 51票反对的结果 未被通过 该法案包含 向乌克兰提供约500亿美元的援助 以及向以色列提供140亿美元的援助 据悉 这项法案需要获得60票 才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报道显示 白宫这个星期警告过 美国已经没有时间和没有金钱 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又说 美国将会坚持他长期以来的立场 是不会逼使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的 他说我们将证明 美国此时离开乌克兰的话 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沙利文还说 他说拜登是准备进行合理负责任的讨论 以在边境问题上取得两党的成果 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主任 沙兰达阳在本周表示 他说截至11月中旬 美国国防部已经使用了623亿美元 补充撥备的97% 国务院已经使用了他能够获得的全部 4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 另外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6日 美国国防部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75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 他说除非国会批准补充的资金 这一次将会是我们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后一批援助之一 此前报道显示 12月5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 如果美国国会不批准 最近拜登政府提出的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美国将会对乌克兰的失败负责 耶伦表示他说这一笔资金 特别是对乌克兰一般政府预算的援助资金 是绝对必需要的 这一笔资金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先决条件 谢谢Anthony 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共和党的麦卡锡表示 将会在今年年底辞去国会职务 58岁的麦卡锡在《华尔加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 宣布今次决定 于是会在12月底离开众议院以新的方式服务美国 他说虽然自己离开国会 但将会继续协助招募最优秀和最出众的人才 经逐民选公职 形容共和党每天出葬成长 他有责任利用自身的经验 支持下一代领导人 今年10月初 麦卡锡因为共和党内右翼保守派反对 遭到罢免 令他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投票罢免 在任众议院议长 英国入境事务国务大臣 郑慧琪在社交专业 贴出递交给首相新卫城的辞职信内容 指出涉及劳旺达计划的紧急立法 力度不足 强调政府有责任 将国家重大利益 至于具争议的国际法解释上 他不相信目前提交国会审议的法案 有最大成功机会 郑慧琪又说 今次立法工作 是明年大选前解决非法入境危机的最后机会 法案内容需要进一步限制英国国内和国际法院 对劳旺达计划提出质疑的机会 英国较早时和劳旺达签署涉及 显送非法入境人士到劳旺达的新协议 英国政府出现高层人士变动 内政大臣 其沾荣表示 郑慧琪已经辞任入境事务国务大臣 在国会会议上有议员要求其证明确认 郑慧琪是否已经辞职 其沾荣回应说已经确认 传媒报道说 郑慧琪辞职的消息都提到英国较早时和劳旺达签署涉及 移送非法入境人士去到劳旺达的新协议 英国最高法院在上个月裁定 将非法入境者遣送去劳旺达的原计划可能违法 两国政府较早时签署新条约 英国政府表示 自经修订的劳旺达计划可以确保显送到当地的人 不会被送去令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受威胁的地方 由承诺设立新的上诉机构 由多国法官处理个别案件 其沾荣确认新的条约已经消除最高法院之前的疑慮 希望计划能够迅速展开 加沙地带各处激战持续 以色列军队加强地面行动 和武装分子爆发巷战 以色列体通地星期二表示 在地面战斗最激烈的一天 部队已经推进至汉尤尼斯的深藏地带 总理内塔利亚胡教组之前就强调 只有透过压到胜力量才可以赢得战争 汉尼斯是加沙南部最大的城市 报道指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的领导人可能藏身当地 而除了汉尤尼斯 以军坦克车也逼近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 和另一区 占火波及数以十万计的平民 联合国指加沙南部 有60万人接到疏散令 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无处可逃 因为各避难中心已经闭门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跳跃台国宾馆 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来因会面 习近平表示 当今世界正是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欧作为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 中欧关系关乎世界和平 稳定和繁荣 有责任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 为发展提供更多推动力 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人领和支持 习近平又说 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双方要总结历史经验 掌握世界大势 展现智慧担当 坚持全面策略伙伴关系正确的定位 回来看本港新闻 评级机构目的将香港的评级指望 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批评 这是抹黑香港 评级机构目的 确认中国香港的评级是AA3 但是将评级指望 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与中国的评级指望一致 陈国基在电台节目上 批评外国评级机构抹黑香港 怕调香港的评级没有道理 指美西方一直找机会抹黑香港和内地 认为目的是透过香港压制内地发展 他提到目的的理据是 香港和内地信用状况紧密联系 反问很多国家和内地经济也有联系 为什么不同时下调其他国家的评级 2023年区议会选举将在12月10日举行 巴士这部特别准备了驱选小知识系列 来到星期日投票当日 选民究竟应该怎样投票 整个流程又会是怎样 请各位选民记得在星期日踊跃投票 行使公民的权利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投票小贴士 各位市民在投票之前可以先做足功课 去到投票站现场就不需要紧张 投票前的准备 确认收妥投票通知卡 预留时间安排日程 1210齐投票 留意区议会选举论坛 了解候选人的资料和证明 留意获偏配的投票站位置和交通 呼吁家人朋友投票 尽公民的责任 投票小贴士 带备身份证 去到投票通知卡上列明的投票站投票 一票一踢 选民只需要选择所在地方选区一名的候选人 而投票站每位70岁或以上的长者 孕婦万已暂立轮候的选民等设置特别的队伍 并且设置座位区给有需要的人士休息 认识你的选区 区议会地方选区 只可以选择一名候选人用投票站提供的印象 在所选择的投票人姓名左边圆圈里盖上剔号 无需接叠选票 每日焦点新闻 讲到这里 整理由 minds y no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